有研究指出,預計去到2050年 全球近一半的人口將會患有近視 眼鏡成為了一種必需品 不過一款眼鏡加上手造兩個字 為何要花上幾千元? 而各分別大家有分不分到呢? My pen is blue, my brain is you 今集我們講的牌子是手造眼鏡 無論金屬眼鏡還是板材眼鏡 一副手造眼鏡都大概要一千元起跳 或是幾千元甚至是過萬 相信大家都有一個二萬 為何可以賣到這麼貴? 手造眼鏡的產地主要是意大利和日本 香港甚至是亞洲人買得最多的都是來自日本 要知道他們為何有這個價值 就要直到手工眼鏡勝地青江 不過要深入日本的工場其實不容易 何況在靜江這個沒有香港人的地方 但我們都找到一位香港人 就是手造眼鏡達人Jonathan Jonathan幾年前開始研究手造眼鏡 寫了本書記錄日本眼鏡的故事和知識 更加自己開店铺專門手造眼鏡 那你眼中的手造眼鏡為何這麼貴? 有很多人會以為日本手造眼鏡 全部眼鏡都在同一個地方 完成了整個眼鏡 但福井這裡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他們其實是由很多不同的小工廠 一起去造成一副眼鏡 這些小工廠每一間都有自己專長的地方 分得這麼仔細都跟地理環境有關 青江本來是一個耕種農業的地方 但是每當冬天遇到大雪 他們就不可以出去工作 後來就有人想到引入手做眼鏡 大家負責不同工序 就算大雪來了都可以留在家做事 所以不少青江的眼鏡工廠都是家庭式經營 這裡其實是一間專門做金屬刊接工廠 你看到這個地方其實不太大 但它已經是福井裡數一數二的刊接工廠 雖然是數一數二 但我剛才進來的時候以為是一間屋 因為我們一進來是會穿一個拖鞋 還有整件事它有一個圓關 都很不一般工廠的想像 因為這一個其實是一個很典型福井裡 我們叫Family Factory的一個地方 它現在其實是在做一個叫做 叫做刊接金屬的Hinge位 和前圈的鏈接動作 一副全副框底金屬的時候 其實就絕對有很多位置都需要刊接的 由鼻樑開始到鼻托的位置 Hinge位置全部都要刊接的 這裁刊接工廠 大約三千人、四千人 都會生活在眼鏡上 所以大家也要協助 眼鏡有200工程 一到最後 眼鏡的刊接位置非常仔細 稍有偏差就會令到周圍的地方變形 所以對職人的技術要求更加高 可以看看如果一個好的刊接是怎樣 應該怎樣 如果一個好的刊接 理論上它的刊接位置 你是不會感覺到它是有一些叫做刊痕在 你會以為它是同一塊金屬 所以這個工藝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做得越好的時候 你越看不到它是做過這件事 越看不到它這個工藝存在過 但是大約是一樣的 每天做的事情 要做的方法 職人是一流 同樣的事情 要繼續做 幾千、幾萬、幾十萬 如果不做到極致 不只做不到一副精緻的眼鏡 更加可能會帶來意外 市面上的膠框眼鏡 大多數都用尼龍、折膠、草酸纖維等等 但是有一種蔡露諾材質更加珍貴 一副板材或者蔡露諾框 其實它的靈魂就在於打磨和拋光 亦都是複井這裡所造的膠框的靈魂 蔡露諾是歷史上最早發明的現可素性樹脂 主要的原料是修化纖維、張老 講完你都未必明白 總括而言 蔡露諾的製作難度非常高 但是原料都要存放兩至三年才可以製作眼鏡 亦都因此製作蔡露諾眼鏡都非常考功夫 總括而言 陳昇露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蔡露露这个用料 基本上只可以在日本手作眼镜上找到 因为它是一个很传统的 日本手作眼镜用的材料 而这个材料同时被欧美禁止了 蔡露露因为比较易燃 所以切割的时候 都需要很小心控制温度 切割、打磨和抛光的时候 都有机会令到它着火 上年就有两位工匠处理蔡露露的时候 意外引起火灾而离世 不过就算是这样 青岗仍然生产蔡露露材质的眼镜 那件事情之后 在福井里面要做蔡露露的眼镜的工厂 是要特别再做更加多的precaution 或者更加多的设备去制作蔡露露的眼镜 所以有很多工厂其实都转型 说不想做蔡露露的眼镜 所以现在在福井仍然做蔡露露的眼镜 的工厂是再少一点 一副手做眼镜 经过职人吐心挤血地制作出来 所以一位职人每个月 大概只生产到 大约250至350副的眼镜 但是它们和普通的眼镜 你又分不分得出呢 你觉得最不是呢 如果就这样看款 我觉得这两个是不是的 我觉得三副其中一副 那你觉得手做眼镜和一副眼镜的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我和阿京的分别 就是我促食文化 它是慢煮的 就是那个手工 有很多人会当手做眼镜是一个牌子 或者是一样东西 但是有很多人忽略了它后面 究竟是 为什么会这么具价值的原因 是什么 他们不知道一副眼镜 其实要经过多少工序才可以完成到 为了突出手做眼镜背后的精神和故事 手做眼镜和普通眼镜的Marketing都有分别 不少手做眼镜店 像The New Black Orbital 般 都会以品牌理念和职人故事做宣传 不少的眼镜职人的名字 更加成为了信心保证 而手做眼镜品牌 亦和工艺、品味划上了等号 无论你本身有没有近视 戴一副手做眼镜 就成为了你对美学的追求 很多时候买东西都是追求它的故事 哪里的材料 哪些缝制方法有多少年 几千元买了别人附生的脱汗 还有它有一种限量品的感觉 现时青江是世界三大眼镜生产地之一 被称为眼镜之城 生产量占了日本手做眼镜的90% 不过这个追求精细的行业 都同样面对无人接手的困局 像金山先生这个工厂 他大部分的员工都已经60至70岁 眼镜業界というのは 若い子は入ってこないんです 若い方は というのは一日中育て 根気をよく磨いたりするのは 今の時代の若い子はできないんで 若い子は不審ですけど入ってこない 毎日重複又繁複的工序 导致越来越少人入行 青江的眼镜工場都悄悄出现了变化 开始出现了一些不需要分拆工序的一体式工場 眼镜の工程はおよそ200工程あると言われています 非常多工程をできる限り社内に取り込むことによって 品質の安定及生産管理という安定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この軟体は文青咖啡店の店 実は一家一人眼鏡工場店 手造眼鏡的200多個步骤 由他一個人完成100多個步骤 私は眼鏡業界を封鎖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私は私が独立するときに どちらかというとオープンな会社を目指していた だから基本的に入口もガラス張りにして 外からいろんな人に見てもらって 若い人に興味を持ってもらえるような会社を作りにしたので 増えて欲しいというのは希望ですけど 無論如何演变 手造眼鏡的基本都是需要職人的工藝 できるまで 70でも80でもできるまではずっとします でもだんだん目が老眼がきつくなったり 健康で入れる間はお客さんが注文くれる間はやりたいですね でもあと次の誰か若い軽症者がいたらすぐ譲ります 私たちの本書の原因は 希望一般用家都能知 一副眼鏡の表現は簡単に 一副前圈二つの柄 しかし当中の技術と心思と精神は多いです どういうふうに考えますか? 私たちも考えますか? でも私たちの技術が高い価値で 某時点で 一群人が再次の人に来接受 然後就拿回這件事 但說了那麼久 究竟怎樣選一副適合自己的眼鏡呢 今天我就來到香港的手造眼鏡店 The New Black Obito 選眼鏡 Jonathan教你一副Fist Size的眼鏡 最好上面的鏡框不要過眼尾 下面的鏡框也不要越過你的拳骨 而兩邊的側邊 最好不要超過你的頭闊 這一副就是適合我size的眼鏡 不過如果有不明白 都可以問一下這裡的店員 好 我就選這副了